历苦得罗 是佛陀教学的总原则 总纲领 苦很多 六道众生 这三大类的苦统统居住 无名烦恼哭 沉沙烦恼哭 见思烦恼哭 出不了六道轮回 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来看 脱离不了三国道 给你讲真话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肯放下贪战痴 贪是误鬼到第一个原因 成慧是地狱到第一个原因 狱吃 出生到第一个原因 你这三样东西不肯放下 你所造的 就是三土 夜 夜洗 这个夜洗就赶得三土苦 不 学佛 也不行 念佛 也不行 念佛 还等你真放下 才行 不肯放下 不行 慈云灌顶法死 秦朝 乾隆年间的人 大得了 这个法死 通宗通教 邪密圆荣 著作 等身 日本 万字续藏 收他的注解 有二十多种 他平身的注识 大概有五六十种 万字续藏里的可能有一半 讲得好 他在大师之云童章 苏朝 大师之云童章 文字不多 两百四十四个字 比心经还少 心经两百六十个字 他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你看他 他那一本苏朝 也是一本 讲得很详细 我过去 讲过一遍 就是用他的苏朝 这个苏朝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讲念佛 一百种不同的国报 念佛有一百种不同国报 第一种呢 就是阿比地狱 我那个时候看到 这一句 无法理解 念佛是好事情 念佛怎么会念到地狱去了 我拿着经本 去请教李老师 李老师接过来 看这是大问题 这个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 给大家说 为什么念佛念到地狱去了 贪嗔痴慢 也没断 说得很好听 外面样子做得很好看 里面心里头 都是杀刀阴亡 这样念阿弥陀佛 果报在阿比地狱 我们才恍然大悟 第一百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上平往生 这个本子 金总学会印的很多 流通量也不少 都可以能看得到 专门讲大师之菩萨